中央设计者李先奉花莲建九日殿 仁安基金会花莲战亦如往常 每一餐准备上百个饭包给弱势 战长林康楚今天说 饭包也是韩式用木来的物资自制的 全年不间断 第28季韩式吃饱30爱新伟牙匠举办 花莲平安战长林康楚今天特别安排 与韩式戳破象征各种困境的大气球 寻告活动筹备开始 呼吁大众认捉住韩式 协助发放爱新饭包的朱又翔 过去玩半十亿名为朱健 他说曾是歌手周华健的音乐老师 也曾在肯定一家大型饭店担任音乐总监 一次意外撤祸 脑部严重受窗 不但失去部分记忆 语言也受损 更因而丢失了工作 只好在街头卖唱 但收入不稳定 最后连房租都缴不起 流落街头 只好向仁安基金会求助 到了这个年纪 脑部又受伤 工作很难找 朱又翔说 父母早逝 自己离婚多年 现已六十多岁 找工作到处碰壁 生活艰困 还好透过仁安辅导 目前在花莲站协助发餐服务 维护平安站附近的环境清洁等工作 林康处说 农历年前 仁安 创世 华山策略联盟与全台办理韩世吃饱三十爱心尾牙 这一次将于107年2月4日全台16处同时举办花莲台东地区预计邀请露宿街头的流浪人 社会边缘人 独居长辈等若是家庭参与共计113桌 让韩世 闷在过年前戏 吃一顿温饱 领一份印记红包 感受社会的温暖 1061109